大家好 歡迎收看螢幕八爪魚 節目開始時 我們會和大家預告一下即將會播放的新劇集和新節目 如果你都想知道有什麼精彩活動的話 記住一路緊貼我們 另外我們還會帶來2024香港小姐競選的全球招募詳情和驚喜訪問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看看今星期的精彩節目 改編自金融小說的天龍八部電視劇 主要是講述三位英雄 包括楊悠玲飾演的喬峰 白樹飾演的段譽 和張天陽飾演的虛竹在亂世中的冒險故事 喬峰尋求真相 段譽追求愛情 而虛竹就面對命運的挑戰 共同經歷江湖險境 揭示忠誠 愛情和悔叛 一段史詩般的江湖之旅 展現深刻的人性探索和英雄主義 天龍八部 5月29日起 星期一至五 新時代電視一台掛出 相信自己 走自己的路 做自己的主角 2024香港小姐全球招募 其實我本身是先參加華姐 就當是參加香港小姐之前 撞一下膽子 因為我小時候常看香港小姐 自己都很有夢想想參選 之後參加華姐 就決心來香港挑戰一下 自己又不懂得跳舞 也要保持健康 想學一下怎樣走Catwalk 而這些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在香港小姐的舞台上學到 參加香港小姐的原因 是因為我剛剛畢業 我在中間的時候 就跟自己說 不如試試參選港姐 如果我真的參選到港姐 我就試試在這一行繼續發展 我也是想給自己一個挑戰的機會 參加香港小姐最大的挑戰 就是要保持健康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真的太多好東西吃了 那時候回來香港之後 真的到處都可以買到很多食物 就跟我在溫哥華 經常自己煮東西吃 或者要健身很不同 所以我覺得要提醒一下 加拿大的女生們 回來後一定要肯下決心 繼續減肥 當我決定要去選港姐的時候 我就跟自己說 既然我又不能夠唱歌 又不能夠跳舞 就一定要選一種 所以我比較視覺上 大家會覺得 好看喔 的一個表演 那時候想了很久 就終於想到空中的表演 很開心大家都很喜歡這個表演 也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我現在已經在東張西望 做了半年的主持 我覺得最大的挑戰就是 轉數快 因為你不單要記一些問題 你還要去很有急才 很有口才去回應嘉賓 我接下來也很想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主持 譬如音樂方便 因為我本身是讀音樂的 很希望可以接觸一些自己擅長的東西 很多謝大家喜歡 《新聞女王》的唐紫耀 當我演唐紫耀的時候 那個心情就是 真是一個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 但是得不到回報的一個人 在準備這個角色的過程中 其實是反而不要想那麼多 就好像參選港姐一樣 你越想得多 你越不會去做 反而當你不要想那麼多 直接感受一下那個角色是怎樣的時候 就做得最自然和最令人覺得舒服 其實我覺得參加《香港小姐》 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讓大家認識你 就好像我本身是讀音樂教琴的 透過參加《香港小姐》 大家知道都會多了這方面的機會 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有很多新的嘗試 例如你可以試試拍劇 主持 又可以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所以我是特別鼓勵大家 一起來參選 建議大家如果真的有想過選港姐 都來參選 參選港姐是短短的兩至三個月的過程 其實都沒有輸 大家用人生入面兩至三個月去參選這個港姐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繼續留下來 在娛樂圈發展的話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繼續試試 因為在入行之後 其實這個過程中 我自己是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是不斷遇到很多困難 去想辦法解決 有時候可能解決不了 那怎樣去處理那些事 對我來說是一些很寶貴很難得 未必去做其他工作的時候 可以得到的一些經驗 所以就鼓勵大家 如果有興趣去參選香港小姐 就勇敢些 踏出第一步 填了方線 2024香港小姐全球招募 在加拿大的你不要錯過 快點報名 展開人生新一頁 6月10日截止 即scan QR Code報名 如果在電視機前的你 還心大心小想要回香港參選 香港小姐競選2024的話 相信聽完一班師姐分享完之後 應該都是信心大增了 心動就不如行動 時間不會等你 另一邊商 我們一齊來聽聽另一個故事 我們有一個特別嘉賓 她叫做Anita 準備跟我們分享一下 比斯省兒童醫院的 食物敏感免疫治療計劃 Hello 你好 Anita Hello 主持人 我知道 你就是比斯省兒童醫院的醫務人員 同樣地 你的兒子有食物敏感 你覺得在華人社區 食物敏感這個議題 是否需要提高意識 是否需要被重視 我覺得公眾 特別是中國和亞洲人的群體 對食物敏感 沒有太多的採用 很多第一次的家庭 可能不太熟悉 食物敏感 尤其是安aphylactic reaction 因為華人的食物敏感 食物敏感 沒有太高 所以沒有太多食物敏感 聽完你這樣說 我覺得我們華人社 對於這方面的議題 都應該提高意識和警惕性 另一方面 我又想問一問你 以你從業這麼多年的角度來看 對於食物敏感免疫治療計劃 近年來它的發展是怎樣 又或者對於未來的展望 有什麼期望 因為我已經 我兒子 二零一八年 開始的計劃 到現在已經 看到計劃 增加了很多 有了 更加認識 更多人知道 但我希望 這個計劃 更加適合 更多人 和患者 可以短時間 不用等那麼久 they receive treatment to be seen by the doctors and to have much more research into this world of allergies because it's very it's very very challenging and scary for young parents for their children and more research to be done more diagnostics to really accurately look at 所有的各種各種方式 因為我是有這樣的醫療程度 當時做過療療程度 也有這樣的知識 如果有任何挑戰 我都可以用我的醫療程度去探索 但是對父母沒有這樣的意識 其實是很可怕的 因為他們不懂得在診療程度上 如果有不同的方法 讓父母進行診療程式的方法 這會讓父母和孩子更容易 我希望這個系統的方法 可以讓它增長 相信大家對於醫療系統的幫助 都有一定的了解 希望大家也可以慷慨解囊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和家庭 可以得到及時的治療 另一方面 也感謝Anita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的資訊 大家如果想捐輸 幫助像Anita那樣的家庭的話 不妨可以聯絡這個基金會的直線電話 或者直接上網捐款都可以 透過Anita的訪問 我們也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到 身為病患媽媽的一些親身經歷 同時他也跟我們分享了 比斯省兒童醫院基金會的相關活動 讓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家長對子女的愛 有見及此 我們即將介紹的這個話劇 也想透過一個企鵝的故事 來讓大家了解到家庭溫暖和愛的力量 The Papa Pink Greenplay 是一套不錯的家庭活動畫劇 主題圍繞宣揚家庭成員之間的愛和團結 這套畫劇是由 Carousel Theatre藝術總監 Dave-Devaux-Pinkag CC Theatre藝術總監 Kimara McKenzie 執導 他們創作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透過 音樂和戲劇的形式 向所有年齡層的觀眾 傳達多元和包容的訊息 The lead characters are Peaches and Izzy and they are show penguins they do three shows a day for the zoo that they work at and obviously based on my alter ego is Olin Baron and Dave's alter ego, Peach Cobbler professional drag queens for over ten years these penguins in the zoo wanna make a baby they discover a rock that looks like an egg and they think if they sit on a rock it might hatch into a baby and then they discover that rocks don't turn into babies so eventually the zookeeper the zookeeper finds a second egg that a penguin has laid to and penguins usually only tend to one egg so they give one of the eggs the zookeeper sneaks an egg into the nest and these two penguins these two male penguins hatch the penguin and this is where we show up on day one here is the first birthday of that penguin of that penguin baby 음식 llamado and the cinema and theου lame Hou and comics as joy and shimmy and share as sin hey yeah and the 更加是对社会的一个提醒 我们可以慢慢认识不局限在传统模式的家庭 拥抱每一种家庭的独特性和价值 我希望观众会有点兴趣 意识到家庭是世界最重要的事 要有一个家庭是很巨大 家庭是不同的方法 我们都很美丽 我们可以一起享受感情 爱一样和祝福 《The Papa Penguin Play》 虽然是作为一个突破传统框架的画剧 但它同样是一场可以学会 如何去爱、接纳和包容家人的家庭表演活动 相信对所有观众来说 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有兴趣入场的观众 记得上以下网站查询详情啦 DoS Open Richmond 将于6月8日至9日再次举行 记得带家人参观40个机构、企业和文化景点 这个免费活动 是你认识列字文多元文化和社区成员的好机会 大家可以参观市政厅 又可以看看香泡木编细示范 跟着土耳其民族音乐起舞 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送出价值100元的礼物 只要你上以下网站答中问题 今年DoS Open Richmond的举行日期是 就有机会赢取礼物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介绍的 《The Papa Penguin Play》的画剧 它是以一个轻松幽默的手法 讲述一个家庭故事 如果你也想和你的儿子女女一起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时刻 这个话剧你就不用错过了 讲到这里 我也想问一下Rick 一会儿有什么精彩节目带给我们呢? 是的 稍后回来 我们会有魅力凝聚新时代的嘉宾龚佳欣 跟大家讲讲近况 还有那些年这些歌 精选歌曲大赛的1号和2号参赛者访问 广告回来继续 螢幕八爪鱼 那些年这些歌 精选歌曲大赛第二季 这场精彩的大型音乐胜会即将上演 十位参赛者将会争夺冠军薯榮 大家演唱那些年陪着你一起成长的经典歌曲 年轻的有青春有活力 成熟的有魄力 有魄力 人生月力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二季门圈 现正公开发售 立即登入大会网站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扣票诚程程 首先1号和2号参赛者 就趁着现在这个难得的机会 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少人杰David 我今年30岁 我现在在做数据科学 我很小就喜欢开始唱歌了 因为我父母很喜欢唱歌 所以他们会经常在朋友面前聚会的时候 拉着我上台一起跟他们一起去表演 虽然不是专业的歌手 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感受到了音乐带来的快乐 然后平时呢 因为我住condo 所以就是我练歌一定得在洗澡的时候或在厕所里面去 因为隔音效果不是很好 如果我在厕所以外的地方去开嗓的话 经常会有邻居过来投诉 所以我就只能在厕所里面去开嗓和练歌 其实我是在美国出生 然后在加拿大长大的 但是我父母从小就一直会给我听中文的歌曲 他们还带我回国两年去读过书 因此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歌曲 虽然我在这边出生我还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歌曲 当下最喜欢的一首歌是《纠结伦》的《道香》 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写的是 成功名就不是目的 让自己快乐 快乐这才是意义 因为我觉得其实一个人 不要因为能不能够成功去怕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做一件事情在过程当中 如果你是喜欢做这件事情 它会给你带来快乐 然后这种时候 其实在过程当中享受的体验 比成不成功更加有意义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黄展辉Chris 今年32岁 现在进修着注册按摩师 我从小时候开始听到那个歌曲 就开始会跟着哼唱 从小到大去唱K 在家里唱 还有家人和朋友都会说 你唱歌挺好听 他给了一个鼓励我 今次参加这个比赛 我听了陈奕迅 曲巨基 去智安 他们的歌唱大 其实我偶像反而是张国荣的歌 因为我觉得他很有舞台风范 一出来 那个气场已经是 把所有的目光集在他的身上 那么呢 我平时会在洗澡房 踩单车和行山的时候都会唱歌 就去锻炼我的歌喉 我目前的人生之歌是陈奕迅的歌众 最触动我的歌词就是有一句 感谢永远有歌 把心境道破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 不懂得说话的人 我呢 又很喜欢唱歌 去表达我的感受 在人生之中不同的阶段 又遇到不同的挫折 开心也好 不开心也好 我也很想分享给朋友听 我就会选择唱歌 Katy、龚佳欣今年演出了不少经典角色 引起也水涨船高 今年魅力凝聚新时代 佳欣就趁着这次机会来到加拿大 和各位粉丝见见面 Hello 大家好 我是龚佳欣Katy 今次佳欣来到加拿大 虽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不过可以见到一班这么热情的粉丝 他就说觉得开心又窩心 其实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到加拿大 之前就去了温哥华 现在就来到多伦多 其实我本身不知道场地是怎样的 原来可以和大家是这么亲密的 然后就看到很多很多很多观众 过来看我们 然后在台上的时候 其实虽然短短的时间 但是大家都会和我们说很多 例如说 有些是我说十多年前的作品 他反而令到他的印象很深刻 他真的说得出我们演的角色 也都我们好像是 不要说只是我们陪着大家 我觉得是互相陪伴 那种感觉我觉得很亲切很亲切 难得来到加拿大 不知道嘉欣最想去哪里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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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工作生活平衡 的确是一大学问 其实是非常难的 但是我会觉得 趁着我现在 可以有很多一个人的时间 我就觉得应该要去 做些自己想做的事 未必知道是怎样的 但我觉得你一定要去走 一定要去试 才知道你自己 忠不忠这件事 或者对不对自己 那我会觉得做其他的事 也会帮到我演戏方面 再吸收多些 因为始终好像有时候会局限了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演戏演戏的时候 可能忽略在身边很多 或者生活上 一些发生的小细节 一些事情 那我会觉得 就是通过我这个叫做父业 也会令到我 除了我的人生有进步之外 我觉得也帮到我演戏 居住在加拿大 驾车出街 是最方便 最快捷的选择 多伦多附近的一间汽车博物馆 就有一系列活动 令大家对汽车了解更多 位于Oshawa的加拿大汽车博物馆 收藏了大量生产于加拿大的汽车 所以这里在大厦里 我们专业在加拿大汽车的故事 所以我们有车 以超过120年代的历史 建立了全方向加拿大 而是由有名的加拿大 所以我们喜欢说加拿大故事 所以家人可以来到这里 我们有选择的巡选 我们有《Lightning McQueen》 在加拿大汽车博物馆 在我们主角园里面 他喜欢见家人和孩子 所以来来来 和他拍摄一下 这里的汽车来自不同年代 每一部车的背后 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 我们有不同的车 从不同的时代 所以我们有Rolls Royces Bugatti背后 是一位我的最爱 Lightning McQueen 是一位最爱 我们有1983的DeLorean 从电视剧《Back to the Future》 所以那是一位粉丝 也有一些年代 所以对日子 不同人们有不同的车型 他们喜欢 所以我们有各种车型 我们有各种车型 我们与加拿大汽车 与加拿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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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各种车型 与加拿大汽车 也有各种车型 所以我们的DeLorean 是一个很流行的车型 我愿意展示更多 我们也有很多 车型车型车 也有很多 早上加拿大汽车型车 也有很多 博物馆现在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六 早早10点到下午4点开放 下个月15日 博物馆将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儿童日 给一班小朋友了解汽车历史之余 更加可以亲自动手 製作汽车相关的手工艺品 孩子们喜欢博物馆 孩子们喜欢博物馆 我们也喜欢博物馆 我们也喜欢帮你去旅行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登陆博物馆的官方网站 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谢谢大家 刚刚过去的Victoria Day 长周末 多伦多附近有不少精彩的节目和庆祝活动 如果你问我 哪个最刺激又最好玩 那就一定是以下这个赛车节 在多伦多附近的布门坪小镇 有一个全加拿大最具规模的赛车乐园 这里一年365天都有不同的赛事上演 而赛车的旺季和其他活动一样 都集中在夏季 每年的维多利亚日 这里都会举行圣诞的赛车节 SpeedFest 主办方邀请来自加拿大各地的顶级车手 乐场竞技比赛 非常刺激 这周年是NASCAR Canada Series 我们有车子从全国赛车 我们有很多加拿大赛车的赛车 也有在这一年开始 我们有从商业车车 到开车车车 到赛车车 到加拿大的优秀 Grand Prix 为期三天的活动 主要有五场赛事 开场的Central Cup系列 是加拿大其中一项最顶级的赛车活动 有一些美丽的赛车 到加拿大赛车的赛车 每年赛事都会在加拿大的安省和灰北黑省进行六场主要赛事 在6月14日 这个赛车乐园将会举行一项非常有趣的活动 主办方筹备一场圣诞的复古赛车比赛 和大家一起庆祝父亲子 来自不同年代的赛车 将会比拼一下 哪个才是实之名归的赛车王 我非常期待 看完有紧张刺激的赛车 还有令人看到哇哇声的烟花会演 绝对是双倍快乐 Steven 你说是不是 绝对是Rick 希望未来在温哥华的我们 都可以感受到这份双倍快乐 时间来到这里 我们今集时间也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样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